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瀑布的2.0版 也算是一个最终版吧 它取用了上次介绍的这个PVC温头 这个好处是只要你把它粘好 就不会因为打印件的问题造成空气渗透进去 影响它这个往外抽水 整体呢 我做了比以前要宽一些 里面还是两个绿盒 正常使用 是上面装棉下面装陶瓷环之类的绿材 只要是使用淡粉的话 还是把上面的拿下来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把淡粉装上了 中间这个仓 这样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放东西 下面放陶瓷环之类的都可以 还可以兼容卷纸机 这个卷纸机是我发布的绿盒都可以直接使用的 最后一个绿盒还是水光仓 水光直接装在下面 里面还是可以装过滤环之类的 它的最终版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浸水烤里面是这样的 你放进去 这个浸水罩 还可以再放一个加热棒 到里面 基本上这个瀑布 就把上一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 只有一个浸水烤 只有一个浸水烤 加一磅外置 可以安装淡粉 可以安装卷纸机 如果淡水的话 直接就更换它就行 把这里去掉 还是用滤盒 当然了 淡水你这个卷纸机也是可以用 根据自己的需要吧 用也行 不用也行 如果你不用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了 模型文件呢 它还会放在拓竹的 模型分享网站上 大家搜索水世界水族管就可以下载打印模型 这个浸水罩的组装 还是需要使用 一段16毫米的PVC管 和两个16毫米的弯头 把这两个打印件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还是在发布视频的频道里面点赞最多的一个视频下面 会在评论区抽选一位幸运观众 送这一套 过滤器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参与一下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们 记得 订阅一下避免错过以后的更新 或者有其他建议或者需要 其他什么 配件的朋友 需要我制作的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也可以 如果我能做出来 我会分享给大家 好了再见